在第七位上场 先来看一下罗马尼亚的切拉鲁 Raiseman得分 716排第二 后置两周 F座开场 这个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往前迈了一步 落地要扣相应的分数 快速 后置1.08 但是落地不晚 往侧跳了一步 要扣0.3分 翻炫炫炫 翻炫炫 后团两周结束 他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他的有一串跟头 向侧迈了一个中部 另外有一些空中的姿态 要进行相应一些扣分 但是主要的难度动作 还都是完成了 切拉鲁这套自由操的空翻 我们先来看一下 空翻难度还是蛮大的 他有一个F组 有两个是E组的空翻 而且他的那个快速 后面接1080的话呢 还能够加到0.2 但他就是做这串更动 出现了一个落地 向侧跳了一步的问题 那么选手除了在空翻 要求单个空翻 尽量做难度高一点的动作 比如说E组或者E组以上的话呢 还要很巧妙地利用这个规则 把连接都接上 用一些难度不是很大的 这个技巧接技巧的话 能够拿到0.1或者0.2加分 同时还需要注意在舞蹈上面 尽可能地完成一些高难度的 跳步或转体 就是D组以上的跳步转体 这样下来才能把你成套的难度 分提上去 好来看一下 罗马尼亚的奇拉鲁 这一套动作的成绩 在他分打出来之后 中国的碎鹿就要上场了 碎鹿也是一位 第一次参加 世界团体锦标赛的一个运动员 他去年是这个 世界单项锦标赛的 这个项目的同盘获得者 切拉鲁 我们来看看 现在画面切到的是目前排名第一的穆斯塔分 分数打得稍微慢一点 这都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都是因为难度分的认定过程 他原来的难度是有5.9的 只要把他原来这套他刚才做他原本的这套动作 但是认定还需要一个过程 通常我们看到的这个完成分 出来的是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难度分也可能出一次 然后再改第二次 但是打在电视屏幕上的就是最后的成绩 所以我们再接着等一下 这是经过确认的 对 经过国际体联的技术委员会 高级裁判组最后有确认 另外包括一分有没有过大的分叉 根据最后得分的多少 允许有个分叉值 如果出现了问题 高级裁判组要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在最后的得分叉值出去 给他14.766排在第一 他难度是5.9 他难度认定的是 现在是并列第一 现在跟穆斯塔分双是并列第一了 对 所以现在就要看后面出场的衰路了 衰路加油 不要怕失误 充分的按技术要领去做 一定会取得优异的成绩 衰路